他就是吃不上饭的这种窘境 其实说实话就是都是 现在的话就是能吃上饭就不错 因为你这个疫情的话 你原来他出去可以打一两份工 现在他找不着活就面临着 他就是吃不上饭的这种窘境 给150块钱都争来争去 可见这个活它多么的不好找 或者不多 在工地干十个小时 十一个小时大为党 就是烈日下 就是给150块钱 我觉得两会总的来说 肯定刺激力度会比之前要加大 就是这个 从具体的工具上来讲 比如说特别过债 专项的新一代支持 专项的债券的支持 我觉得这块还会 这个进一步地去落 这个进一步地去落 这个进一步地去落